坐钢分切台将猪骨分割 完全不用拿出菜刀使力的舵 室内店面还有冷气吹 这是云林第一间现代化猪肉摊 但如今即将成为历史 老客人听了实在舍不得 老店开了35年 难道是受到猪瘟影响 加上云林禁止厨余味猪 不敌成本增加吗 时间真的很长 人家说上班8小时 我们今天一天至少15个小时以上 没有人员 台湾不好请 第二点就是说太累 老板说协业决定和猪瘟 一点关系都没有 单纯是因为父母年迈 加上猪肉摊人手不足 四个人得从早忙到晚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真的无力附和忍痛决定协业 为什么为什么会都喜欢 不像一般传统市场猪肉摊 业者投注上百万资金 展示柜切割机外加店面空调 更是云林第一间现代化猪肉摊 相对反应在售价 平均一斤猪肉比传统市场贵了四五块 在非洲猪瘟浪头上选择歇业 也难怪让人多做联想 结论编离帮张鹏彭馨 云林报道